现在市场上的车种类非常多 大家在选择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迷茫呢 而有些人就很机智 他们会先仔细观察路面上哪些车型最常见 不会买车的话跟着大条走不会有错 去4S店入手一台最心仪的 大家是不是觉得这种方法有点道理呢 今天就来盘点一下这五款在中国销量太高 堪称烂大街的车 国产车就占了两款 丰田卡罗拉 这款车的销量是杠杠的 在全球范围内都拥有很大的名号 而且其价格也很亲密 大概在11万到14万之间 性价比特别高了 大家特别喜欢其动力足还很省油的这个特点 除此之外呢 结构上的简洁给予了它足够的空间 车迷们更是对它起轻心了 哈佛H6随着ACV市场的壮大 这款车凭借着其高性价比的特点 成功的赢得了消费者的喜欢 不用15万就可以入手一台城市越野ACV 谁能够不动心呢 其销量一直居高不下 如今已经是烂大阶级别的了 日产轩逸 这款车拥有很高的颜值 在设计上也是给予了其很优秀的特点 比如说空间大 内饰内涵丰富等等 着实是令人心痒痒痒 要是购买这款车 你可以享受到很大的终端优惠 其价格大概在10万到16万之间 大众老义 在合资车里 这款车已经是实打实的赢家了 今月销量呢 可以达到35000 令人震惊 在设计上呢 它拥有着很特别的地方 虽然在整体上 沿用了德国设计风格 但是也渗入了不少的中国元素 让我们觉得非常精切 所以注重民族情怀的车迷们 可以好好地考虑哦 武林红光 说到这款车呢 大家是不是马上 想到起低价格的特点呢 的确 售价在4万到7万元之间 也是没谁了 它拥有着很好的性能 和宽阔的空间 如今在中国大街上 看见它 就像是看见人一样平凡 因此有网友 还给它起了一个很形象的外号 秋名山神车 怎么样 现在大家有幸运的车了吗